淡化的泪在心上不断敲倒 镇魂珠是不是在宇文雍手上 眼看河谈就要结束了 镇魂珠的事还没有瞑目 我 我该不该跟狐狸光走呢 参见夫人 这是皇上吩咐给您送来的细玉檀香 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外面没什么 是皇上 皇上怎么了 听朝堂换班的小山子说 朝堂上吵得厉害 是大中宰 好像大中宰很生气 糟了 一定是廉气抗尘之事 夫人 夫人 看来皇上要给大中宰一个下马为一样 难办啊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啊 有什么难办的 当然是站在大中宰一边了 你没看朝堂上 连大司空皇上的亲弟弟都一言不发 分明是明哲报身哪 大司空历来都是站在大中宰一边的 虽然他在朝堂上不说话 但私下里还不知道为大中宰办了多少事呢 说的是啊 你们说 将来大中宰 会不会推举大司空继承皇位啊 嘘 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死罪 死罪 走吧 怎么会呢 怎么会这样 小弟无能 没能阻止皇上连齐 小弟 恐怕陈国将来 对大州的攻击会更加频繁 还是你清醒啊 上面那个已经冲昏头脑了 小弟真不该参加遥光殿和谈的 为什么 兄长抱恙 小弟本不想参与独军 只是眼看蒲州不保 被大州着想 才跟青所一起演了这出戏 蒲州虽然保重 可导致皇上没能看清多方行事 令兄长为难 四弟不必过滤 维兄知道 你是为了大州 当日叔父曾经嘱咐我 照看你等兄弟 大州天下是你们的 你要好自为之 是 兄长 还是你稳重可靠 来日方长 四弟不必追追不安 对了 我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沙汤糕 银豹 拿着在那边等你呢 多谢兄长爱护 四弟告辞 口口声声说 我是大中宰府的细作 没想到 他是公开出卖皇上 投靠大中宰 宇文雍啊宇文雍 老公 我算是看错你了 大司空 大中宰吩咐 将这两包东西 交给大司空 有劳引侍尾 不敢 大中宰说 若是大司空喜欢 下次可以多做一点 送到府上去 兄长心细如放 何事不成 是 代我谢过兄长 主上还需护行回府 小人 先行告退 您示威敬 这个宇文雍 在搞什么鬼啊 怎么会跟大中宰府的 侍卫思相授受 他拿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嗯 好香的桂花砂糖糕 这么好吃的桂花砂糖糕 不想吃 大中宰府的东西 吃了 我怕拉肚子 干什么 你敢跟踪我 谁给你的胆子跟踪我 放开我 不帮自己的亲兄长 反而任敌作用 宇文雍 我算是看错你了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你自然不会上当 是我傻 我居然会相信 你跟宇文护 互相牵制 但是 现在我才明白 你心里想的 是什么 是大州的江山 你真以为你能看透我 笑我 那你接近我接近皇上 不也是另有所图吗 你知道了什么 我问你知道了什么 原来 你真的是这种人啊 宁愿背叛亲兄弟 换得自己的一夕安稳 为了巴结大中宰 是非不分 那你以为呢 大州乃大中宰一手创立 谁能违背 谁又敢违背他的意思 所以 你就敢当别人的走狗 你少自欺欺人了 你呢 你是为大中宰府的人 不惜嫁到了大司空府 做测试 受尽欺辱 却盘循不去 你想要的又是什么 索性说出来 本司空给你 我 我想要什么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你的谎话我听够了 你的谎话我还听够了呢 既然你知道 我是为什么来的 那就把真魂珠给我 你只要把真魂珠给我 我会走得远远的 让你再也看不见我 你岂不清静 你就那么想跟着狐绿光走 你是喜欢狐绿光 还是喜欢兰陵王 或者 你两个都喜欢 是啊 我是喜欢 我谁都喜欢 因为 我跟你一样 博爱 跟我一样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 不懂你的心 你不就想着做皇帝吗 你根本就想要皇位 是又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样 爱用 cans 兵文勇 你混蛋 你敢咬我 好 你明天就跟我走 你越远越啊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模糊了初见识的模样